3月22號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和洪都拉斯駐華使館 共同舉辦招待會 隆重慶祝中國與洪都拉斯 建交一周年 建交以來 兩國人文和經貿往來 呈現出蓬勃活力和廣闊發展前景 2023年 中國對洪都拉斯 進出口商品總額 達134.4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28.1% 其中進口增長193.2% 洪都拉斯代表表示 對中洪合作的未來充滿信心 據台媒報導 由於台海局勢緊張 日前傳出民進黨當局 也擬開征戰爭稅 以籌措軍費運作準備 台行政機構發言人林子綸 21日出面澄清称 傳言並非事實 台灣聯合報發文表示 島內商界認為 民進黨當局完全畫錯重點 搞好兩岸關係避免戰爭 才是真正解決之道 民進黨籍台灣地區領導人 當選人賴清德 即將在5月20號上任 近日島內有民調顯示 多數民眾希望藍綠白三陣營 共組所謂超大聯合行政團隊 稍後請看詳細報導 關注兩岸兩岸關注 歡迎收看海峽衛水 今日海峽 我是天氣 我們一起來關注新聞 3月22號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和洪都拉斯駐華使館 共同舉辦招待會 隆重慶祝中國與洪都拉斯 建交一周年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藝術長沈欣 洪都拉斯駐華大使 蒙卡達出席並致辭 沈欣表示 中國與洪都拉斯正式建交 開啟兩國關係新的歷史篇章 一年來 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 和各界共同努力下 中洪關係起航定向快速發展 呈現出蓬勃活力和廣闊前景 蒙卡達表示 中國是洪都拉斯重要戰略夥伴 洪政府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相信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 能源 通信等領域合作 必將取得豐碩成果 2023年3月 中國和洪都拉斯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建交以來 兩國人文和經貿往來呈現出 蓬勃活力和廣闊發展前景 2023年 中國對洪都拉斯進出口商品總額 達134.4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28.1% 其中進口增長193.2% 洪都拉斯代表表示 對中洪合作的未來充滿信心 2023年3月26號 中國同洪都拉斯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洪都拉斯共和國 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兩國政府決定 自公報簽署之日起相互承認 並建立大使籍外交關係 洪都拉斯成為中國第182個建交國家 建交以來 中洪兩國在各領域的往來 愈加密切 2023年5月 洪都拉斯30名媒體界人士 組成代表團 赴上海 貴州 重慶 浙江 江蘇等地參訪 零距離感受中國的發展脈動 並將在中國的所見 所聞 所感 講述給洪都拉斯民眾 2023年6月9號至14號 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 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成為首位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 洪都拉斯總統 在此期間 中國和洪都拉斯發布聯合聲明 商談兩國自由貿易協定 歡迎洪特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 鼓勵中國企業參與洪經濟開發 能源 環境 基礎設施 電信等項目 洪方歡迎中國企業赴洪投資興業 願提供政策支持和便利等內容 寫入文件 此外 中洪兩國簽署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與洪都拉斯共和國政府 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 諒解備忘錄 洪都拉斯日報報道說 卡斯特羅總統訪華期間簽署的合作文件 對洪都拉斯來說是巨大的機遇 將有力促進兩國關係 推動具體領域合作 2023年11月 第六届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在上海舉行 洪都拉斯作為主兵國 首次參加進博會 該國40多家涵蓋咖啡 雪茄 紅酒 海鮮等 特色產業的企業 吸引了眾多合作者的目光 洪都拉斯投資促進部長米格尔梅迪娜表示 洪方參产企業收穫了多筆訂單 借助進博會平台 洪都拉斯成功打開了中國市場 2024年3月 洪都拉斯首任驻華大使萨爾瓦多·蒙卡達 第一次出席中國兩會 他在受访时談到 2023年洪中雙邊貿易增長了20% 最近兩國還簽署了洪都拉斯蝦類產品免稅進入中國市場的協議 他對兩國經貿合作勢頭充滿信心 2024年3月19號至21號 中國洪都拉斯自貿協定第四輪談判在北京舉行 中鴻雙方就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規則等領域 開展全面深入磋商取得積極進展 相知無遠近万里尚為林 面向未來 在兩國元首共同規劃和引領下 中國與洪都拉斯將進一步深化互信 拓展合作增進有益 與其他拉美国家一道 推動平等互利创新開放惠民的新時代中拉關係 行穩致遠 下面我們針對這個話題來連線一下 北京演播室的嘉賓時事評論員張華 張先生 中鴻建交一年來 兩國政治經濟關係是快速發展 2023年中鴻雙邊貿易增長了20% 兩國已就簽署自貿協定進行了多輪談判 而且進展順利 那麼對此請教您有何評論呢 我們說現在國際上的一中框架是越來越穩固 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 我們國際一中框架的大家庭當中 他們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兩岸一定要實現統一 這是歷史的大勢 在這一個大勢面前是越來越多的國家 然後加入到其中 另一個層面實際上這也是大義 所謂的大義就是國際的一中原則 一中框架是帶有某種國際法意 涵涵的這樣一個國際的規則 在國際上不論是國際組織 還是很多國家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說現在是大義 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僅是大勢 不僅是大義 而且也有大利 所謂的大利 就是我們中國大陸有龐大的市場 有強大的這樣一個對外投資的能力 如果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給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那將會給相關國家和地區 帶來巨大的這樣一個經濟利益 剛才已經提到了 我們中國跟胡托拉斯這樣的經濟方面的利益 實際上對很多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樣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中國是世界上100多個國家的 這個樣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 而且我們中國的對外投資也逐年的增長 那不論是這樣一個市場 還是投資的金額 對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而言 都是至關重要的 好的 感謝彰化先生 據中國海警微信公眾號消息 中國海警局新聞發言人甘宇表示 3月21號 菲律賓34名人員無視中方警告勸阻 非法登上鐵線交活動 中方海警執法人員依法登交並查證處置 甘宇表示 中國對包括鐵線交在內的南沙群島 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這有著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 非方行徑侵犯中方領土主權 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破壞南海和平穩定 中方堅決反對 我們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權 中國海警將依法在中國管轄海域 持續開展維權執法活動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陳兵華22號 就18號獲救的兩名金門遇險人員 送返式答記者問 有記者提問 3月18號大陸海警就其兩名金門遇險人員 國台辦發言人當天表示將儘快予以送返 但據瞭解至今兩人尚未返回 請問此事處理有何進展 陳兵華介紹 3月18號凌晨40許 福建海警在圍頭灣海域發現求救的一艘無船民海調船 並救其兩人 兩人均來自金門 我們践行兩岸一家清理念 連日來對兩人給予醫療救助和人道關懷 為其提供周到的各項服務 並讓其致電家人報平安 陳兵華說 經了解該兩人分別為胡姓、吳姓男子 其中胡姓男子為台軍方現役人員 未如實說明身份 且編造虛假職業信息有意隐瞞 有關部門需進一步核實了解相關情況 對於吳姓男子 福建有關方面於今日送返金門 陳兵華強調 兩岸同胞血脈相連 遇到突發險境時相互救援 守望相助 歷來如此 理應如此 據台媒報導台防務部門22號發布消息稱 21號上午6時到22號上午6時 共有36架次解放軍軍機 軍艦6艘次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數量創今年新高 報導稱台防務部門發布消息稱 36架次解放軍軍機中有13架次越過所謂海峽中線 進入台灣北部及西南方向空域 最近距離基隆42海里 並聲稱台軍所謂嚴密監控與應處 21號晚間台防務部門也突然發聲明宣稱 自21號晚7時30分起 陸續發現解放軍蘇30運8及無人機等各型主戰機 輔戰機20架次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9架次越過所謂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 進入台灣北部中部及西南方向空域 配合解放軍軍艦 執行聯合戰備警巡 近日有美國媒體炒作稱 中國大陸近年來加大對台軍事壓力 幾乎每天都在台島周邊部署艦機 大陸軍機經常越過所謂海峽中線 對此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張小剛回應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海地區開展的演訓活動 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力的政黨之局 是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勢力挑釁的景色反制 也是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必要行動 我們將持續加強 練兵備戰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據台媒報導 由於台海局勢緊張 日前傳出民進黨當局 延已開徵戰爭稅以籌措軍費預作準備 台行政機構發言人林子倫 21號出面澄清稱 傳言並非事實 台灣聯合報發文表示 島內商界認為 民進黨當局完全劃錯重點 搞好兩岸關係 避免戰爭才是真正解決之道 我們的戰費的籌措 預算的轉換 稅跟費都有考慮 台財政部門主管 莊翠雲 此言一出 立即引發島內輿論哗然 台行政機構發言人林子倫 21號緊急出面澄清 相關的兵推是情境的推演 並無研議戰爭稅 對於相關話題 台灣聯合報21號發表評論稱 民進黨當局對有沒有研拟徵收戰爭稅費 吞吞吐吐 讓人有欲蓋名張的感覺 現在呼聞 當局也擬戰爭稅費徵收問題 難免讓人想到 兩岸要打仗了嗎 從蔡英文到賴清德都不斷稱 備戰才能避戰 也擬戰爭稅正是備戰的一環 不過商界認為 民進黨當局完全劃錯重點 搞好兩岸關係 避免戰爭 才是真正解決之道 戰爭稅是什麼 就是包括準備要戰爭的費用 所有的戰爭都是來自於政治 就是把老百姓推入果坑 這種事情是不能原諒的 台安全會議前秘書長丁渝舟 月前也在聯合報撰文提醒 備戰才能避戰 這句話邏輯是對的 但脫離現實 因為以台灣地區的防务實力 縱然完成備戰 真能產生所謂嚇阻作用嗎 因此 安全首要之物 就是修復兩岸關係 台灣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義也提醒 台灣是以外貿為主的地區 一旦發生戰爭 不僅生產線有停產危機 對外運輸交通也可能中斷 沒有生產提供源源不絕的金錢 加稅或加費該如何做到 此事也引發島內網友的熱議 有網友在台媒評論區留言表示 若因民進黨為處理好聯岸關係 致發生戰爭的費用 因由民進黨支付 怎能轉嫁民眾 還有網友說 民進黨都是這樣騙 還記得選前的開放印度勞工嗎 當初也是說並非事實 就在島內輿論痛批 民進黨當局有關戰爭稅的動議之時 有台媒報導稱 賴清德與蔡英文在3月9號 秘密參觀了正在進行測試的 台灣所謂製造潛艇原型艇海昆號 賴清德在聽取相關簡報後 初表達會全力支持 所謂潛艇製造之外 還主張後續7艘潛艇不必分批建造 應該一次性完成 針對賴清德的主張 由島內專家認為 若輕鬆潛艇一起做 除了成本暴增 還有閒置期過長的問題 而且紅區裝備與核心機敏設施 甚至於魚雷 都是來自於美國 更難一次到位 乍一看 可在最短時間內 讓潛艇一次到位 但從資源運用 與造船產業培植的角度 這種做法不但沒有益處 反而有亞苗助長之餘 先不要說有沒有可能 在這兩三年之內 把人力從兩組生產線 擴充到七組 這七艘潛艇全部交建之後 中間可能要閒置十年 才會有潛艇的性能提升 可以進行 過去潛艇製造 有沒有涉及弊案 這個部分都還沒有水落石出 甚至還有不少的官司 在法院裡面 我們不接受在裡面 偷來按去 浮邊預算 人謀不張的潛艇製造 重點是反映了賴清德的心態 他急什麼呢 他就是表示說他任內這幾年 預估就是有重大的雙方的衝突 甚至戰爭會發生 你根本好戰 下面我們針對這個問題 來請教一下台北的時事評論員 董志森 董先生 看了上述的新聞 您認為台行政機構發言人 林子倫 試圖澄清民進黨當局 未言以開徵戰爭稅 這能獲得台灣民眾的認可嗎 其實我們知道 現在兩岸的兵凶戰危 那情況越來越緊急 這回已經講到戰爭 還要再課稅 那好像戰爭真的要來了 那當然台灣的老百姓炸鍋了 你們民進黨不是跟我們講台海很安全嗎 包括你的社會主管吳釗燮 包括蔡英文辦公室相關人等都這樣講 那現在既然是很危險的 是金方部門最高主管 是財政部門最高主管 一個說我晚上睡不著覺 一個說我們準備要課戰爭稅 那表示這才是真的啊 所以行政部門派出了發言人 他叫林子倫 他說以我講的為準 沒有這回事 台灣老百姓都不信 蔡英文他覺得戰爭也不無可能 他必須做一些相關的 譬如說跟美國買更多的武器 譬如準備要跟台灣老百姓爭更多的 錢還有稅 然後呢還要準備一些糧草 更要有一些避難的空間 那當然最具體的 也在我們節目討論過的 就是原來服兵役本來要四個月 現在開始已經是一年了 所以戰爭稅是真的 戰備也是真的 那只有看到行政機構裡面講的才是假的 這就是現在台灣人民的認知 好的感謝董先生 接著我們來看下一條 民進黨籍台灣地區領導人 當選人賴清德 即將在5月20號上任 近日 島內有民調顯示 多數民眾希望藍綠白三陣營 共組所謂超大聯合行政團隊 讓這個半導體產業在台灣更穩固 更蓬勃發展 近日 民進黨籍台灣地區領導人 當選人賴清德 在島內展開一系列傾聽交流行程 首站來到新竹 和半導體業者面對面座談 似乎在位之後的經濟政策布局 不過同樣讓外界關注的 還有賴清德將組建的新行政團隊 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最新民調顯示 高達五成二的民眾 不同意民進黨單獨組行政團隊 連在綠營大本營的台南高雄 這一比例也過半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尤寅隆分析稱 未來民進黨若堅持一黨單獨施政 將面對台灣社會多數人的反對 也希望說民進黨己為主 那有少數非民進黨的閣員 優秀的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另外民調也顯示 有54%的民眾 支持綠藍白 何從所謂超大聯合行政團隊 但這個想法首先遭到藍營反對 我想這是一個不存在的議題 因為賴清德黨選人 怎麼可能會邀國民黨跟民眾黨來組隔 如果三個政黨一起組隔的話 那請問在野黨在哪裡 我不大同意用這種方式來讓那個在野黨給消滅掉 據台媒報道 賴清德的新行政團隊人士到底如何安排 近期仍密不透風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主任紐澤勳稱 過去新行政團隊人士多少會有消息釋出是水溫 但這次人士卻沒有相關討論 最後人選如遭外界質疑 賴清德恐還沒上任 其領導權威就會有懸念 台灣中國時報發文表示 如今54%的台灣民眾 均選組建所謂超大聯合行政團隊 但黨內政黨各懷鬼胎 不管誰戴上權力的魔戒都捨不得摘下 永遠也別想連起來 文章稱 完全施政是各政黨的終極目標 面對大事時 所謂聯合行政團隊 最後誰定奪 誰負責 勢必爭吵不休 因利益而結合 終究也會因為利益而分手 台立法機構負責人韓國瑜已上任一個多月 在所有的議程上都是親力親為 避免黑韓產業連冒頭 不過據台媒報導 3月29號韓國瑜將首度告假 陪同蔡英文和賴清德參加島內活動 這是韓國瑜首次以台立法機構負責人身份 與蔡英文及賴清德同況 選請的狀態那樣子 你好像是那個時候才請假那樣子 好 謝謝啊 好 據了解 在29號舉行的所謂春季大典上 包括台灣地區政府領導人 各機構負責人 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都將參與 據是韓國瑜在歷經2020年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落敗 高雄市長遭罷免 淡出台灣政壇到重返政治中心之後 與昔日對手蔡英文的再度同台 台媒報導稱 韓國瑜請假之後將由台立法機構負職負責人 江啟臣代理主持相關會議 我們看得見韓國瑜院長確實很想要在立院龍頭的角色上 那扮演他更大的政治影響力 那我們也予以祝福 韓國瑜最近盛世看長 就看昔日寒流能否捲土重來 台立法機構秘書長周萬來 21號到台立法機構所謂司法及法治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 過程當中民進黨及民代莊瑞雄頻頻逼問周萬來 但周萬來對此全程禮貌微笑 台立法機構所謂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21號邀請周萬來列席 就台灣地區領導人到台立法機構進行報告 及巡達模式的建議進行專案報告 過程中 莊瑞雄頻頻逼問周萬來 但周萬來對此全程禮貌微笑 相關新聞被轉載到台灣網絡論壇後 網友紛紛留言諷刺莊瑞雄 說他監督台立法機構比監督台行政機構還要用力 還有網友說抹黑韓國瑜不成就找秘書長出氣 此外周萬來當天在質詢時也被國民黨籍民代吳宗憲問到 跟著韓國瑜一個多月來的心得 周萬來認為韓國瑜不像外界評價的那樣 外面說韓國瑜喝酒 實際上韓國瑜連酒都不沾 且韓國瑜非常守實 也很積極扮演台立法機構負責人的角色 以幕僚長的角度 周萬來說自己非常敬佩韓國瑜 在台立法機構民進黨近日還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中國國民黨籍的所謂趙偉 馬文君及王玉敏 馬文君依舊被指控射入潛艇泄密案 而王玉敏則是因為他是台灣兒福聯盟的前董事 最近該機構因為虐童案飽受外界批評 不滿被王定宇扯入潛艇泄密案 徐巧新立馬撇清 據台灣媒體報導 去年9月台灣製造潛艇海坤號亮相 台海軍前顧問郭喜 指控國民黨籍民代馬文君泄露潛艇資料 馬文君否認並控告郭喜加重誹謗罪 如今綠營民代就事重提 指責馬文君不釋認所謂趙偉一職 王鼠瓜也涉嫌泄密 他也是有被告 那他應該要先知 王定宇趙偉那一天在這個機密會議上面 他所說的內容 那是早上開完會 他當天發布的臉書的內容 會議圓滿結束 我很遺憾馬文君委員 還在用老一套的烏龍的烏賊戰術 要來轉移他自己被高檢署偵辦洩密 還被國民黨推舉為趙偉 這不是墮落嗎 藍綠趙偉隔空互控對方洩密 此外民進黨也再度出招 指控國民黨籍民代王玉敏也不適任所謂趙偉 因為他是台灣兒福聯盟的前董事 而台灣兒福聯盟現在正因為虐童事件飽受外界批評 不過面對攻擊 王玉敏也不甘示弱 我主持議事非常的公平 奉勸民進黨檢討社會安全望 是現在民眾最關心的事情 借助社會議題 綠營鎖定藍營所謂趙偉 發起猛攻 另據台媒報導 台灣民眾黨青年部將於3月底舉辦青年論證座談會 並安排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秘書長周俞修與青年對談 討論2024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的德與詩等三大主題 20號晚間 柯文哲在臉書刊登活動內容 表示台灣民眾黨青年部將於3月30號和31號 分別在新北市高雄市舉辦青年論證座談會 面向對政黨運作有興趣 對公共事務有熱誠的民眾開放報名渠道 會中將聚焦討論三大主題 包括台灣民眾黨在2024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的德與詩 台灣民眾黨的政黨定位及如何邁向施政之路 台灣民眾黨現行黨運作及如何符合青年的期待 柯文哲指出 藉由此活動想要認識更多關心台灣的青年朋友 不只是更清楚介紹台灣民眾黨的現在與未來 更希望可以聽到年輕一代對於台灣的期待與願景 對於柯文哲這個動作 台灣時事作家沈正南直言 這已不是柯文哲首次在選後表達檢討之意 台灣民眾黨的詩就出在藍白和破局這五字 沈正南進一步表示 選後才兩個多月 柯文哲的聲量已明顯下滑 台灣民眾黨不分軍民代呈大家的關注焦點 但他們的表現從近期民調來看 是三黨裡面評價最低 若當初藍白和 柯文哲當台灣地區副決領導人 一切就不一樣了 沈正南認為 2026年2028年選舉的政黨實力分布 看來不會有太大改變 柯文哲的影響力還在 但也無法翻掉藍綠板塊 因此最好的發展策略仍是藍白和 沈正南還不會地表示 政治絕對不是什麼 一無反顧拼一次 若理論證明行不通 就要修正再修正 但必須相信理論 而非憑著直覺與偏見來行動 針對於這個問題 我們再來請教一下台北的時事評論員 董志森 董先生 台灣民眾黨為何要舉辦 青年論證座談會呢 請教您 其實台灣民眾黨在 這回台灣領導人選舉裡面 已經拿了最多的年輕選票 根據島內 現在把這些選票的結構去分析 20到39歲的所謂年輕人 去投票有406萬 裡面投給柯文哲的 有198萬 大概佔有48%的選票是投給柯文哲 所以照講年輕選票已經怎麼聽柯文哲了 最近島內做了一個民調 台灣的這些政治人物 韓國瑜竟然拿了52% 比蔡英文 還有比行政部門最高主管 陳建仁都高 他們都不到半數只有40幾 那 這還是一個親立的民調 叫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所做的 所以柯文哲跟年輕人談 有兩個用意 經營未來的年輕選票 第二個 他要跟韓國瑜別苗頭 這就是真正的一個背後的意義 但是柯文哲畢竟沒有什麼舞台 他現在只是一個光感的司令 台灣民眾黨的黨主席 他沒有像黃國昌這些有立法部門 代表身份 他們有他的舞台 可以跟媒體做非常多的接觸 柯文哲在選後 他拼命的跑去立法機構 接受記者的訪問 後來被記者調侃 你就是來這邊找我們來採訪你的 好 扣大你的聲量 所以他現在不太敢去 那年輕人也開始慢慢看不起他 所以他的選票在流失 那流失以後又偏偏流向國民黨的韓國瑜 所以我們看柯文哲的每一個動作 他其實無時無刻不在經營未來的選舉 這就是我們所認識的柯文哲 好的 感謝董先生 下面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電動車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便利 但是在使用過程中要留意安全隱患 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間停放電動車 或者為電動車充電 更不要在室內為電動車充電 充電應該在室外正規充電出信心 電池過量充電或者撞擊破損容易引發起火爆炸 要定期到正規的店鋪更換匹配電池 購買電動車的時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證 不能私自改裝 電動車使用時間過長 線路容易老化 半年到一年內應該到正規維修點檢查維護 安全使用電動車防範隱患 祝品安 咱們一個工作沒著我 一個轉身沒職務 研究完到超車鋪研究啥時候打不來回老家 你相信我不會比任何人去 加油 我還要在北京 混蛋 混蛋 比如像日月 法月 一路朝陽 三月二十日起 每晚十八點三十五分 就在海峡魅視 歡迎回來 我們繼續來關注新聞 2023年 台灣地區爆發雞蛋荒 但一家註冊資本僅為50萬元新台幣的超私公司 卻拿下民進黨當局的補助 從巴西進口了8000多萬顆高價雞蛋 時任中國國民黨及台北市議員的徐曉欣質疑 超私進口蛋可能致癌 卻遭台農業部門提告 近日 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台農業部門敗訴 徐曉欣於2023年9月3號在臉書粉絲專頁發表標題為 超私進口的蛋可能致癌的文章 內容提及超私進口的雞蛋 抽查檢出浮甲黄綠酶和浮甲黄綠酶胺 綠酶因具有骨髓毒性 濃度高時恐引發再生性不良貧血和致血癌的疑慮等內容 徐曉欣當時痛批 民進黨當局是在猛彩誘害命 不過徐曉欣在事後修改部分內容為 浮甲黄綠酶因具骨髓毒性 台農業部門對此表示不滿 要求徐曉欣撤除臉書貼文 並在三大爆頭版臉書置頂貼文刊登澄清启示 然而台北地方法院檢疫庭認為 徐曉欣主觀上沒有刻意傳播不實事項的意圖 因此裁定不乏 判台農業部門敗訴 不管在刑事的官司或是民事的官司 我都慎訴 反而是變成說呢 民進黨政府被法院認證謀財害命 所以目前呢 我是零拜基喔 對方告我是屢告屢拜 那所以呢 我是建議啦 政府在提告的時候 真的不要再濫用公堂了 我就問 農業部告我的兩個官司 花的是不是公堂 徐曉欣表示 自己在訴訟過程中 曾申請調查證據 請求法院要求台農業部門超私公司 提供雞蛋專案進口說明會的簡報 錄音檔案 會議記錄等 以證明進口雞蛋專案有無弊端存在 卻得到台農業部門回應 這不是本案重點 不願提供 他質疑 以上哪一個證據 不是民進黨當局應該要讓民眾了解 以釐清真相的 據台灣中視新聞網報導 台灣中天新聞台此前報導 三市長合體天空出現 鳳凰展翅雲朵等相關新聞 被台所謂通訊傳播委員會開罰 中天隨即提起上訴 日前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定中天上訴 報導稱 中天新聞台在2019年2月18號 報導一則韓國瑜 侯友宜 盧秀燕 一起南下為當時的國民黨民代候選人 謝龍介站台的新聞 畫面中 天空出現了一片好似鳳凰的翔雲 當時報導引用民俗專家的話稱 是大吉献天 沒想到這則新聞被台所謂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定 違反相關法規 中天遭開罰40萬元新台幣 案件先後經過了多次審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中天對網友所提供的相關照片 及其所陳述的事情 並非全無查證 且依中天提出的證據資料 足以認定中天就該新聞所傳播的事實 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 難以認定中天的新聞直播 有何違反事實查證原則之處 台所謂通訊傳播委員會 認定事實及適用法令都有違誤 因此判決中天勝訴 台所謂通訊傳播委員會不服 還要提出上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主張再審沒有法律依據 駁回上訴申請 中天在與台所謂通訊傳播委員會 那我也說過他就是台灣新聞自由之詞 也是新聞自由的屠服 歷史上一定要計他一筆 現在就應該讓中天恢復執照 這才是最好的亡羊補牢的方式 不要在那邊凹下去跟撐下去 還繼續做這個傷害新聞自由的事情 據台灣媒體報導 島內四月電價即將調漲 各行各業都難逃衝擊 現在就連島內大眾運輸行業 都開始沿你調漲票價 島內四月電價 你調漲10%以上 連帶衝擊各行各業 就連大眾交通運輸行業 現在也面臨漲價壓力 台鐵部分已經有在討論了 公路坑也有討論 他們已經提出很明確的漲幅 對於漲價的傳聞 台鐵暫無回應 不過台灣高鐵表示 會依照合約規定 綜合考量內部營運成本 以及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 進行整體評估後 再報請董事會討論票價調漲事宜 而台北市長蔣文安 則直接喊話民進黨當局 表示台北捷運電價負擔大 希望能夠給予電價動漲 或是電價優惠 不然只得調漲票價來應對 北捷其實在整個營運成本裡面 電價就占了13% 那最近這兩年電價漲幅到34% 對於台北捷運公司來講 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電價上漲若帶動大眾運輸漲價 各界擔心島內物價將出現大變動 很快會出現通貨膨脹危機 高鐵 台鐵 捷運 通都是用電的大戶 這些用電的大戶一漲的話 再加上很多的餐館 用電量 電價也要上漲 或者很多的房東 有時候電費是包在租金裡面的 租金也會上漲 有東西都要用到電嘛 所以電價只要一漲 所有東西都會漲 民進黨當局費和能用綠電 結果搞出台電虧損黑洞 這回若電價再漲 外界憂心將連帶出現 民進黨當局施政以來最高的物價漲幅 島內商業界更是狂轟 錯誤的能源政策 是導致電價物價全飆漲的罪魁禍首 有核能才能夠合理的電價 才能穩定的供電 核能電價最便宜 一度只有一塊錢 風力發電最貴 一度七塊錢 所以核能的比例越低的話 電價就越高 費和就會使得我們大家 要付出很龐大的代價 但是民進黨並沒有找到用愛來發電 台電跌倒綠能賺寶 被掏空的卻是台灣百姓的荷包 了解台海資訊 輕鬆掌握時事 跟民進黨的意見不一樣 1450就去咬你 民進黨的檢討 就跟自動播放器一樣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這就跟台獨一樣 你想要把中國因素拿掉 協議裡面就是中國DNA 那樣大陸絕對不會再容許 任何一個國家打台灣牌 平息天燈點亮小鎮觀光市場 老街經營模式轉型翻新 也有職人守護著傳統記憶 傳承來自福州的天燈文化 來自南京的梅花糕 顏色繽紛 口感特殊 由台灣老闆自學之後改良 成為夜市人氣美食 海峽平經濟 每個週末為您講述 兩岸民眾的財富故事 歡迎回來 我們繼續來關注新聞 3月21號晚間6點49分 台灣花蓮縣秀林鄉發生 李氏4.5級地震 震源深度約20千米 多地有明顯震感 監視器拍下地震瞬間 轎車劇烈搖晃 就連鏡頭也不斷晃動 一瞬間左右搖晃 民宅的鐵皮屋頂被晃得不停擺動 鏡頭轉到室內 民眾家中魚缸的水劇烈晃動 快要灑出來 雲也被震得四處亂窜 而在花東縱骨風景區 地震來臨時 原本靜止不動的畫面 突然晃到模糊 3月21號晚間6點49分 海灣花蓮縣秀林鄉 發生李氏4.5級地震 震源深度約20千米 包含花蓮秀林 南投荷歡山 台中梨山 以及宜蘭南山等多地 都有震感 有兩秒鐘的地名 他抓這個整個房子在一旁 當然很緊張 剛開始先跳很用力 然後再跳跳跳 然後客人也很擔心 很害怕 地震也造成花蓮縣 多班火車晚點 很激烈 很激烈 在人家的空氣完十分鐘 火車時刻表顯示 多班車次都備註會晚點 最慢的晚點十八分鐘 旅客只能在後車大廳 繼續等待 我們要等他十五分到 到十五分 臺灣地震策報中心研判 未來三天內 還會有小規模雨震出現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 為何我還是要照顧 一下一個人 我們可接受 民視聰明 便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